全國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王可麗的節目 大盤 這地方 沒什麼動靜 當然有討論的必要 因為它能夠停在一萬兩千點 這個地方 是超強的整理 漲到了一萬兩千點 一萬兩千一百二十五點 回個三百四百五百六百點 都算是很強 現在連回個一百點 當然我周線已經算給各位聽過 用周線推算 不用壓縮了 這個跟這個對稱 這個跟這個對稱的話 是一二一二一點 19.07% 對不對 漲幅 所以上禮拜三才會 上禮拜二 在一二一二五的前一天 賣出一些股票 說實在的 這個 最近的一般會員 就是我的一般會員 一個月都沒有動作了 手上兩檔持股 不需要增加 因為現在在盤整 也就是說有那個會員參加 我的一個月都沒有動 今天就買股票 實際到了就出手 我先講 一買就漲 那是湊巧的 不要迷信神效 不要迷信神效 迷信神效一定是產培的開始 買股票被你一買就漲 一買就動 那個運氣成分是比較大的 可是你為什麼要出手 往前推算有很多的前因 導致這個後果 不是隨機再出手的 聽我慢慢講 這是領先大盤回檔的 我這兩天給各位看 看兩天 領先大盤回檔的 這邊有一個雍智科技 這是昨天的傳真稿 我們在講實戰 個股實戰 講那麼多大盤也沒意義 昨天傳真稿 大盤續牆 這就是 我們給各位看的表格 會員當然也有 大盤續牆 落後大盤翻揚個股也續牆 這是落後的 對不對 亞光這幾天在嘎空了 對不對 被動元件不用講 繼續牆 對不對 國際今天創高稍微壓回 是創高 連亞光店也補漲了 昨天 接下來領先大盤回檔個股 也會輪流轉強 我昨天 跟我的會員報告 再接下來就輪到 又回到最上面的領先大盤 領先大盤第一棒 跟大盤同步第二棒 落後大盤的第三棒 第三棒都已經漲了那麼多了 又回到原來的順序 領先大盤拉回 整理完又開始了 雍智科技 八月份的時候 因為法人追買 精測跟雍智科技 IC測試再版 需求量越來越大 5G的高端越來越大 IC測試再版 下半年營運持續成長 明年更好 190 回檔了 見到高點回檔 我跟各位講說 這是中期二次買點 時間一下子過了超過一個月 那我在今天出手 就在等這個出量 為什麼 因為這邊都沒有量了 昨天收紅也沒量 只是沒有破底 你看了沒 這個回檔 我們就在等回檔 我跟各位講 上次來講 這邊是二次買點 這個形態不是走空 不是做頭 它這一波漲完 後續一個 最少一個對稱波 甚至超過那個對稱波的漲幅 會出來 這就是我們從短線看到中線 守株待兔 就等出量 我就是要看你出量 而且是跳空開高 205.5 這是一般會員 新救護會員 請用試駕買進 庸直科技約206元 明年爆發力道強勁 目前掌握聯發科瑞域 華為海思的 5G級WiFi6的晶圓測試板 還有老化測試板的訂單 股價在10月份 見到259.5元的高點之後 已經回檔兩個月重新出底 今日出大量錢 外資已經圍補兩週 我一次簡短的把基本面 波段形態的回檔的技術面 還有法人的動態 同時跟會員報告 不是在創高的時候去追嗎 就等待 今天當然表現後面還不錯 我把它鎖住了 我再講一次 我不是有跟各位觀眾這樣講而已 我今天在盤中這個股票買進去之後 後來盤中後來震盪拉高的時候 我還跟我的會員報告兩次 我在電話語音裡面 我特別講了兩次 那不是應該的 買進馬上漲不是應該的 各位觀眾你也不要迷信神效 每天如果股票一買 它就馬上後面就漲停 後面就漲停的話 那真是神效 出現了這個狀況 我們當然高興 可是不要把它當為理所 不要把它視之為理所當然 我跟各位觀眾這樣講得很清楚 你看電視你是不要跟單人 因為你跟不上 那這有前面的原因 憑什麼要去買這張股票 你滿手的話 你東買西買東買西買 你總會買到有漲停板的股票 會員不是拿來試驗用的 因為上次賣股票在11月7號講說 短線已經碰到壓力了 所以昨天就已經請全體會員解碼 這是上一次啊 上一次在這裡啊 11月6號是在這裡啊 有些股票這邊賣掉之後呢 後面呢 它是下去的喔 你看 48.8出新興 47.2這是一般會員 差一塊多 47.2今天收盤是41.1啊 賣掉的那個新興 其實我不只是賣一張股票啊 後來它就賣一些股票 賣掉新興 守株待兔 等到今天 錢控出來可以買用智科技啊 你看看新興喔 我說就在等它破線 破線是最好 我看它殺到多深 你看看這個融資 是不是比較高檔買進去到現在 行情總是跟群眾在對坐的 47塊4毛到50塊開始 融資增加 卡住了 連台積電啊 都是到後面才追進去的 看到沒有 你看投資大眾 到後面這邊才追進去的 請問一下能夠逃到什麼便宜 前面都不敢買 低檔也不敢買 然後你看看群眾 真的這個強的就要放空 放在哪裡 起帳點 是不是 起帳點去放空 啞光 沒有買就金 覺得很可惜了 還去放空對不對 國劇 今天創高 這種細碎細碎的這樣走 其實是最兇狠的 你看這空單被嘎的不知不覺 這空單都被嘎的不知不覺 華興科 齊立心 你看看 好像什麼股票只要一強 那空單就是 很容易跳進來 該買的股票沒有買 也就算了 因為反正選項還很多 那不該空的股票下去空 因為這多頭趨勢 你去放空股票 其實對自己 滿不利的 至少資金的利用來講 是滿浪費的 放空我講過很多次 你是要空那個跳水點 你空不到那個往下的跳水點 你就要收手了 你頂多看一天兩天沒有壓中 沒有逮到 好像那個破擊炮 火箭筒 沒有打到那個虎視戰車 你就要趕快跑 以小博大 在多頭趨勢去放空就是以小博大 不是不行 打不到 沒有打中就趕快走 你可以這樣做 不是打不中後 嘎上去就再空再空再空 那就不對了 那做多來講的話 沒有耐心是賺不到錢的 更不要講賺大錢 你要賺到大錢 你要很有耐心 你要賺到超大錢 你要非常非常有愛心 你要賺到超超超大錢 你要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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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耐心之外 一定還要有機緣 國劇其實是大家的機緣 1310塊跌到200塊錢出頭 除息下來 然後他併了 兩家超強超大超好的公司 再這麼低檔 這是一個機緣 多少 多久會碰一次 我不曉得 我們一輩子可能碰不到一次或兩次 這次碰一次 一次也就夠了 所以國劇非買不可 我帶我的高階會員 這個分段操作 我已經講了很久了 在裡面的持股 只是看增減 加碼過之後是繼續加碼保留 還是稍微加碼過後 稍微退一點增一點 退一點 但是一定要有持股的 長坡的操作一定要這樣 我在煩惱的不是我的選股 他怎麼找 他怎麼找市場去決定 可是我不會懷疑我選的股票 他沒有大漲的條件 我今天給各位看這個雍智科技 是因為今天買進去 新進會員 一個月才出手這第一次 一般人參加會員 不會允許這種情況 三兩天不動作 就已經哇哇叫了 急得要命 這個我們就不適合 這不適合 立竿見影 你要是看到說今天帶會員買 今天漲停 說那這個我有興趣 這個當然大家會覺得好像 好像蠻好的 誰都希望如此 可是你不要把它當作理所當然 應該的常態 這不是常態 我再講再次講清楚 埋進去不動 甚至拉回是很合理的 你要是不能接受 不用考慮參加旺克力的會員 各位觀眾 上一次算出12121點要先調節 為什麼 周線嘛 這個對稱 19.07% 從10180往上拉 19.07% 就是12121點 所以為什麼這邊要先賣股票 新進會員等了一個月 新進會員等了一個月 那舊會員的話呢 在這邊賣股票 兩檔持股也是爆了快三個禮拜了 到現在也是一個月 就兩檔持股 然後呢 我就跟今天舊會員講 新舊會員一起買可以買了 要買這檔還不是只有說今天它開高出量而已 是因為我舊會員我手上的持股 它今天開盤有帶量有發動 那就允許我再增加一檔持股 我每天都跟會員講 我們還有大幅買進加碼的空間 還可以新增持股檔數 我們有這個空間 但是先觀望 我連續講了差不多一個月 我不會急得出手啦 不會急得出手 但是我出手我一定是買最主流的股票 它一定要條件以上的水準的股公司我才會買 我昨天跟各位講 明年資本支出擴大 那個產業的技術還有訂單 大爆發的這種公司 是必買非買不可的 你再接了一般的小公司小單的不用講 你要接到世界級大單的公司 你非買不可 我昨天才跟各位觀眾講完 今天它也是大漲 所以一般會員現在三檔持股 對不對 一個漲停大漲 另外一個大漲 另外一個小漲 有沒有大漲 或是怎麼樣漲漲 或是拉回小跌 或是怎麼樣回檔 我都是在算計那個比重應該怎麼配置 我不會懷疑自己的選股能力 先請廣告等我回來繼續講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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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有講解 請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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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冲 隔日冲 到底怎么做 四个半小时顶尖好手 正面对主 早上九点锁定非凡抢先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立足台湾 放远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经典 各行各业交织成产业脉络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大盘的周线最小对称满足点 12121点 我已经从上个礼拜讲到现在 讲了非常多次了 同时间我也讲了月线的对称 那个幅度就非常远 非常远 9319乘以1.5646 9319乘以1.5646等于1差580点 我认为那个点还蛮保守的 一定会来 这是我的看法 我说的一定会来是我的看法 分析行情没有谁可以保证 我认为他一定会来 我看长线还没什么失守过 而且现在买的是一个5G的未来 从现在开始到那个1差580点之前 一定会经过很多次的摆档 上下也许三五百点 也许八百 一千点都有可能 能不能度过每一波的考验 要集合所有的条件 专业 经验 你还要有一点点运气 运气要放到最小 因为那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可是如果你的专业跟经验不足 后面很难航行下去 没有什么危险 风险不太可能 风险在前面等着大家 同时间超额利润 也在等着大家 你要想超额利润 你要想赚钱赚大钱 你同时间要看到你的风险 你能承担多少 你有多少本事去减少那个伤害 或是避开那个伤害 很多伤害你避不了 在专业的都一样 但是你要把它减少 我是很客观的跟各位讲这些 不要轻信任何人告诉你 什么最厉害的最棒的就是谁 谁就是自己最厉害最棒的 不要轻信这种神棍的话 不要相信人家带你什么短线致富 发大财 只要会跟你讲这种话的 你避开他一点 听都不要听 想都不要想 然后什么期货选择权致富的 闪一边 赶快闪一边 你自己闪得远远的 你不用叫人家闪一边 我们没资格叫人家讲狂妄能闪一边 我们自己闪一边 请听清楚 领先大盘回党的 为什么我不是挑星星挑佣智 因为这个短线在走弱 筹码在套牢 基本面好得很 好得很 那短线要杀就让他杀 杀到怎么样 法人回头为止 到时候我们再重新捡便宜 买的是佣智 因为我昨天已经跟我的会员讲 接下来领先大盘回党的 要开始轮流转强 因为最近都在找这个落后大盘补涨的 像这个哑观 我在盘中电话连线解盘 讲这个CIS影像感测 镜头的部分 在这里 如果说第一个突破点就是买进 足底出量 微笑曲线 对不对 这里没有买的话 到这边的话 你看现在空单被嘎上来 雍智出手也不是说看他一天 这都是好像一个副案 我把这个计划告诉你 中期二次买点 我怎么去执行 要看客观的条件 在我观察之后 我每天在锁定一些股票 每天都会看 不管有没有出手 等到我找到机会 我今天出手 本来在这边就可以出手 可是这边那时候我在卖股票 我那时候在解码 我就不考虑买新的股票 那还好他没有跑掉 如果那时候他跑掉的话 我就不会追了 没有跑掉 所以今天206 我昨天已经跟会员报告的计划 我今天就 找到机会就执行了 因为上一次卖股票卖 特会卖48.8的新星 同不然卖47.2 我如果要接回新星 当然也可以 价差也还不错 10 7 8%的价差 避开17 8%的下沙 到时候借怀成本低很多 对不对 钱暂时就先买用智科技 因为我不想买太多档股票 台积电这个大家是不要的 看就算认同大家也不敢买 低的也不敢买 龙头股也不敢买 强的话一开始突破也不敢追 到了涨了很多的时候 才忍不住想跳进去 故事都是反复在写一样的事情 我在讲台积电买点的时候都在这里 这边融资在这边跳进去 你知道这成本差多少 对不对 三成以上 3 40% 金测400多的 600多的 就不用考虑现在1000多了 金测 价钱比较高 也不适合一般人操作 就庸智科技啊 这已经经过拉回整理了 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 我再强调一次 今天一买 刚好碰到它 后面就锁涨停 这边买了 后面锁涨停 因为我就等这个出量 我就等它出量 它今天开低 我还不见得会买 开低比较便宜 它今天开低 我不见得会买 代表它整理还没有结束 它整理 它今天出量 出量我就买 你看出量自买之前 有哪一个前提 最近的前一天 传政稿还先跟会员预告 轮流 领线大盘拉回的 也要开始轮动了 所以准备要出手 在这之前 已经先跟各位预告观察 用智科技 我讲了三张K线 二次买点 已经跟各位讲在这里 二次买点 那真的能碰到去执行 就是看会员的持股状态 对不对 可以 只有两档持股 其中一档 今天一啪 一开盘就带量拉高 不错 后来我也发现是大涨 因为那是5G必买的 明年必买 必备的持股 那个只会加码 不会减码的 目前只买了一笔 资金还太少 所以我的会员 不用忙太多了 两三档足够了 足够了 金顶 这个之前也是有带会员操作 买进一支加码的分段操作 这边要进入整理了 我也跟各位预告了 你再追 就刚好会短线追高了 这边都是买点加码点 这是分段的另外一个买点 到这边我跟各位讲要整理了 要整理了 一二三嘛 一二三嘛 对不对 樊轩 这个也是带会员分段买的 加码 买进加码加码的 这边都是买点 跟金顶一样 有两个对称的买点 这个长得更凶 这个回档很好 代表下一次还有机会 今年可以买的股票太多了 跨年之后 2020年明年 我们还没有办法进入真正真5G 明年大部分的手机晶片的出货 像联发科天玑1000跟天玑800 对不对 他现在比喻天玑1000 跟这个高通的这个765 他说那个等于是辐射 我们这是没有保时捷 那这个比喻 今天报纸你看 我已经跟各位讲 那个联发科那个系统单晶片 手机系统单晶片非常强 所以我年初就建议大家买联发科 然后大家都错过 大家都错过联发科 那我说那年第四季 我们这个我们来买国具 大力光这个当然 讲给法人听 不讲给各位观众了 我说这个外资调降平等 不要骗我了 这边就是买点 讲完之后外资开始连续买进 调降平等隔天开始买 因为我太了解他们平常的习性在做什么 看太多年了 对不对 太多年了这个买点 看到没有 你看联发科年初 两百多三百块钱 我没有一个是遮起来的 为什么我敢公开讲 我对我的选股是有信心的 我可以让大家来检验 而且不管对错 我大概都会追踪 不会是指掌那个对的 我带会员操作错的也就错了 我会停损就停损 有些就公布给你看都没关系 因为合理的操作 你判断错误的话 你去处理 当对的时候呢 你要尽量多赚一点 买一笔资金 没意思 一档股票 你不可能一笔资金把它买满 你五百万在手上 一笔资金买下去 大概八十万 五十万有时候一笔而已 对的话 你把它加到两百三百四百万 买一档股票也可以 为什么不行 对的时候要狠一点 错的时候闹一点 赶快走 被打两下赶快走 对的时候狠一点 股市就是这样子 跟做人 做事果断相通 但是不要心存什么仁义道德 大户也不会跟你讲仁义道德 他嘎就会把你嘎死 杀就把你杀到怎么样破底 对不对 这很残酷的战场 一定要有职业的方式 国具 到这方你还怕他们有什么利空吗 超跌了 两百多 对不对 请问一下 我需要遮起任何一档股票吗 你看了台积电 联发科 大力光 国具 我讲的这些通通公开操作的 请问一下 你有赚到波段吗 有的话就恭喜你 没有的话代表 我的节目对你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对不对 你参考也没有用 对不对 这么低的点 我是一路分段买分段操作加码 我现在只是还没有公布给你看一些成本价位而已 不需要 因为国具 我既然在底部这样出手 我根本没有在做 只是做短 买了卖了就算了 我买进去是加码 分段不对 卖掉 看情况不对 卖掉 再接 再买 一定会被我买到 那个火力全开下去的时候 那波段涨到最凶的会出现 但即使是如此 我的操作 会严格限制持股档数 老实说我的特会 这两天持股无档 我好久好久没有带一种会员 买到无档股票 太多了 档数太多了 不需要 但是请不要迷信神效 这是惨赔的起点 跟我做你也不要寄望 有什么神效 可是我绝对合理专业 也有足够的诚信 明天见